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我在9月份到上海自由行 如何从市区到朱家角的一个情形 我们走的路线跟一般民众不一样 我们为了再一次体验大陆高铁 我们从上海站做高铁至虹桥火车站 那之后再转 再下去地下室转17号线的地铁 前往朱家角 这是上海火车站内部的一个情形 坐车的人是非常的多 上车后,这是大陆高铁一等座车厢内的一个情形 各位看一下 抵达虹桥火车站之后 我们就下到地下室转晚17号线的地铁 搭上地铁17号线之后 都要人忍受 而我会遇到像这四位在车厢交谈的 声音非常的大声 哇,对不起 对,对,对,对 是真重点 真的是受不了 在四列车终点站 对吧 在这 下室车 下室车 请把爱情伤错 留给你个博士让谁孤子 十一了 那我已经在地铁 那我已经在地铁 还不是两年 那我现在已在地铁 我现在已经有什么 我现在就没有人 在地铁 我现在已经有博士 我现在已经有博士 十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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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 十一站 使其他一切瓦和成香 快大 剛上升的時候人很多 會到達那邊的樹高 抽香之後 把彈簽的腳上 一家松椒角之後就是有水平的藏藥 而且原來藏藥藏這邊有 可以搭乘到 從前一走 從前一走 我們可以用虛弑的 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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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們今天到達芝加醬 現在開始往前轉 可以了 我們可以從一號出口出去 之後可以去搭 它這邊有船舶的接駁 我們就往前走 這邊有個一號出口 標示得很清楚 我們就在一號出口 繼續往前走 我們就在某個角度 有幾號出口 這裡有幾號出口 在某個角度 在某個角度 中間不停 跟影片上看的很一样 这边都有手扶梯,还有无障碍的电梯 走出来,我们在前面书西路腰右转去搭船 从1号出口出来 这边有标示,有没有看到?直接可以坐船 可以直接到朱家甲,我们就搭船去吧 就往这个方向 每位40元,地铁码头就可以坐到朱家甲 40块,大概以4.4下去换算 大概就知道台币多少 有人坐船的码头 那边远方有人在钓鱼 走过来 再往前,这是刚刚下来的地铁 17号地铁站,这边有个无障碍的电梯 我们现在要往右边 OK 来这边搭船 有人40块人民币 我觉得在这边坐船是必要的 所以说我们的行程就安排来这边坐船 记得17号地铁坐到朱家甲 下车之后1号出口 你下来就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小姐姐基本上在售票 面带微笑 等一下就那个 等一下 你在两个里面稍微等一下好了 票给他看可以吧 不是,票的一会儿要有剪票的 用剪票的 谢谢 他讲解得很清楚 那我们都可以知道 来,这边他有一些规定 OK 我的 这边下船 直接在这一棵章树上面 15分钟后我们就可以搭船 直接到朱家甲 也不需要再去坐出租车 以及公交车 甚至于走路 或者骑他们这边的出租脚踏车 来,这是我们的船票 第一张40块 像不像江南感觉四情话意 像不像江南感觉四情话意 我们的船 我们的船 现在要过来了 慢慢的 这个是从那个 放生桥那边开过来 朱家角的 中心点 那目前来讲 船就慢慢开过来 那这班船 因为它上面有些游客呢 会做来回 那我们就 这一艘船 它会有控制 那就我们 五个 目前看到的 这五位 一二三四五 很幸运的 这五位可以上餐 这个就掌控的大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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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OK 船来啦 船来啦 喜欢我的影片 麻烦您按赞 开启小铃铛 以及订阅 感谢您 拜拜